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说吃了发物会让伤口不愈合 疾病加重 而在现代医学中 几乎每一个外科医生都会听到患者的灵魂发问 不是问这个病愈后如何 也不是问之后应该怎么进行康复训练 而是问大夫 饮食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鱼和肉是不是不能吃 这些是不是都会发呀 吃了这些 我的病是不是就很难好了 诸如此类的问题数不胜数 那么在患者口中以及长辈已经常念到的发物究竟是什么呢 浙江中医药大学在中华医药杂志上对发物做了一个简单的阐述 凡事能引起木赤 口干 牙龈肿胀 大便节节等症状的食物都为发物 例如香菇 韭菜 金花菜等 可是问题来了 好像好吃的东西都是发物 这可怎么办 发物真的如我们想象中的会诱发身体的某些影集 甚至加重现有病症吗 今天 小关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何为发物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您的支持是小关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 其实发物来源于许多中医典籍 据说明朝开国后 开国皇帝朱元璋害怕功臣造反 便开始谋划诛杀功臣 刚好大将徐达患有被创 即时发物鹅肉 朱元璋便下令赐予徐达一盘鹅肉 徐达吃后并发身亡 再比如《本草纲目》中记载 羊肉大热 热病及天行病 虐疾后 食之必发热之危 凡服药不可砸食肥猪犬肉 油腻更负 心臊沉臭诸物 凡服药不可多谁生蒜 胡衰 生姜 猪果 猪华制之物 发物与其他饮食禁忌不同之处 在于具有发的特性 它是由内到外 由小到大 由无到有 由进到洞的变化 发物也具有温 热 心 肝等阳性的四气五味属性 从中医角度来看 所谓的发可以理解成 诱发 引发 注发 原本有慢性疾病的人 体内存有服血 如果吃了发物 就可能诱发原有的慢性病 导致疾病反复发作 而如果体内没有服血 身体健康 根据自己的体质 适量吃些发物则是无害的 根据中医 风 寒 鼠 湿 灶 火 这六因的分类 可以把能促使这六因发病的发物 分为六大类 1.发热之物 这些发物会注热冻火 损伤经验 面红木赤 发热口渴 痔疮出血 大便秘劫的人 不易使用发热之物 如姜 腌 酒 胡椒 韭菜 羊肉 油炸物等 2.发疯之物 发疯之物有生发 散气的作用 会使人诱发疯邪 邪毒走窜 疾病复发 有湿疹 群麻疹 中风等疾病的人 不宜食用 如虾 蟹 鸡蛋 蘑菇等 3.发湿热之物 发湿热之物 凝滞 肥肝滋 患有湿热 引起的疾病 黄胆等病人 不易食用 如糯米 米酒 大枣 肥肉等 4.发冷肌之物 发冷肌之物 含量润力 会上扬生寒 影响脏腑韵化 脾胃虚弱 寒性体质 腹息者需要肾食 如冬瓜 西瓜 莴笋 柿子等 5.发动血之物 此类食物 有活血的功效 可以冻血伤落 破血外溢 如果有月经过多 尿血 皮下出血等情况的人 需要肾食 如白酒 胡椒 桂圆 羊肉等 6.发致气之物 此类食物 质色阻气 坚硬难化 如有积食 或身体疼痛者 不易食用 如羊肉 嵌食 芋头 莲子等 人体的复杂构成 根本不存在 所谓的发物和非发物 单纯以是否发 来决定是否吃某种食物 未免显得过于简单粗暴 因为对于人体来说 食物的量 烹饪方法 摄入时间 都对免疫力 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就像以上这些发物 几乎囊括了 大部分营养丰富的食物 而人体的免疫力 重要的组成 就是血压中的 免疫球蛋白 发挥着 对抗疾病的作用 最重要的是 免疫球蛋白的构成 就需要机体 摄入足够的蛋白质 但是蛋白质 含量高的食物 牛羊肉 鱼虾 都是所谓的发物 这不是免疫力和发物 相互矛盾了吗 其实 发物最早来源于 传统医学和民间习俗 而总结出来的忌口 在中医看来 不同的症状 只要对应不同的事物 忌口就好 比如说 腹泻 便秘 胃肠功能不好的患者 少吃葱 姜 蒜等辛辣 和糯米 油炸食品 烧烤 坚果等等食物 过敏的患者 如寻麻疹 湿疹 需要暂时告别海鲜 鱼 虾 蟹 鸡蛋等食物 痛风的患者 更要减少 漂亮海量高的食物 比如海鲜 豆类 紫菜 香菇等等 糖尿病患者 就不要吃淀粉 米饭 甜品等 升糖水平高的食物 所以说 所谓的忌口 就是在特定疾病期间 不吃特定的食物 没有绝对的忌口 但是忌口 不代表吃得少哦 有的癌症患者 可能有这样一种观念 营养越好 癌症就会生长得越快 所以就严格控制饮食 宁可自己吃得少一点 素一点 甚至这个也不吃 那个也不吃 绝对讲忌讳 生怕自己多吃一点 癌症细胞就会多长一点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其实癌症细胞在生长过程中 必然与正常组织争夺营养 而在这场争夺战中 正常细胞永远是失败者 所以如果不进行营养支持 首先受损的 往往是正常细胞和组织器官 对于癌症患者来说 宁强调 忌口是有必要的 但是要针对具体情况 且食谱易广 适当偏素 偏粗 麻木巨石动物性食物也不可取 因为素菜里的主要成分是纤维素 有效的营养成分含量 是非常有限的 就像熊猫一天需要吃30公斤竹子 而牛羊更是从睁开眼睛就开始吃草 直到睡着 反观那些肉食动物 可能吃一顿就能顶上很久了 而人类的食量 如果不补充足够的蛋白质 脂肪是一定会缺乏营养的 特别是对于癌症患者 动物性食物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如蛋白质 人体所必须的氨基酸 矿物质和多种维生素 且味道鲜美 容易消化 增进食欲 还能帮助人体提高免疫力和抗癌的能力 比如带鱼鳞提取物 可用于淋巴癌和胃癌的治疗 便于软骨提取之际 可以抑制癌症的生长 海蟹 海虾中含有的锡元素 也是抗癌好帮手 所以癌症病人需要高蛋白饮食 避免蛋白质吸收不足 肌肉流失 另外 油腻的食物也不是癌症患者的禁忌 食用油中的脂肪酸 干油 也是人体能量储备的重要成分 甚至为了鼓励癌症患者多进食 习惯吃辣的患者 也不应该禁止吃辣 癌症患者应当补充适度 又合理的营养 能有力的帮助癌症的治疗和康复 不是说不吃饭就会饿死癌细胞 到时候 癌细胞没被饿死 患者本人就先倒下了 反之 癌症患者如果有营养的支持 不光可以提高手术的成功率 减少术后病发症 还可以增强人体对方化疗的耐受 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 那既然发物会加重病情这个说法不准确 生病的时候怎么吃才是正确健康的呢 首先 食物 饮食应该多样化 注意营养平衡 除了高蛋白饮食 馒头 米饭也要吃 就像肝硬化或肝功能不良的患者 馒头米饭可以降低肝性脑病的发生率 对于肾功能不全的患者 相对低蛋白的饮食 可以减少尿毒症代谢产污的形成 其次 不要迷恋鱼汤 鸡汤 牛肉汤 很多南方的患者家属 喜欢给患者熬制晾汤 有时奶白色的汤看上去营养丰富 实则为富含脂肪宣低的 富含动物油脂的盐水 营养不高不说 喝多了还容易蓄积过多的钠离子 另外油脂摄入过高 容易让患者反胃 消化不良 营养还是在肉里 除了喝汤 最主要的是把肉吃掉 另外 不要只喝粥 虽然粥易消化 但是粥的营养物质不多 如果只喝粥容易导致营养跟不上 所以 重点来了 发物的范围很广 盲目忌口反而会造成营养不良 与健康无异 发物的忌口 应当是因人 因病 因治而异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通过此视频 学到了有用的知识 希望您分享给您身边的朋友 喜欢小关的 别忘记点击订阅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